把剛剛的資料全部取代 如果有些細部沒取代到 像刮虎部分 我覺得暫時先不要管它好了 因為它這邊好像有 刮虎好像就是 這個字是不是也做這個字還怎麼樣 它有一些註解 或者說你敢不可以把刮虎內容整個把它移掉也可以 有些地方細部如果一兩個 你就用手動把它刪掉算了 如果像有些地方不是說太多 你就再細部微調一下 最後我就把 這個工作表的名稱 改成道德金 假設我今天要統計的話 那就跟上個禮拜 做法蠻像的 反正我先有一個道德金 再來我要把它分字 所以我再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也許就是 字評分 而且就是 把它給它一個 工作表 也許我要統計字評 所以我就給它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應該是跨工作表 所以呢 我就切過來之後 那這邊就是 假設一個藍位名稱 也許叫做單字好了 那底下的話 就把道德金的所有全文 統統列在這邊 那列的方法應該一樣吧 就是第一個插入什麼 這個一個函數叫MID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MID在分字啊 分欄啊 反正就要分資料的時候 實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MID不熟 你根本我沒辦法 你叫人工來做 你怎麼可能CtrlC CtrlB5000多個人 5000多次 應該沒有人想要這樣做吧 不過如果實在是不會用MID 你也只能這樣做 有沒有 所以你在職場上 為什麼很多人每天都很辛苦 加班都做不完 因為說真的 它根本不會更快的方法 就是 你不要說什麼VBA好了 連函數可能它都不太熟 那這樣事情怎麼做得完 OK 按確定 好那一樣喔 資料在哪裡 文字嘛 在道德經的這個A1儲存格 那一樣先把它按一個F4好了 把它鎖起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鎖 鎖A就可以了 鎖1就可以了 因為向下填滿 沒有要向右 所以其實在1的前面 加一個淺的符號 那字數的話呢 第三個一定是一個字 因為我要一個字一個字切嘛 那StarNumber的話呢 就根據什麼 根據列 所以哪一列 那我用RA函數 這個也是蠻關鍵的 RA小瓜糊 那因為我現在在第二列 所以它會取得的是第二個字 有沒有 到 所以我要第一個字怎麼辦 沒關係 減1不就好了 那因為RA向下填滿的時候 有沒有 它會自動去 把它目前所在的列 的數字回傳回來 所以呢它會自動加1加1加1 那就符合我們下一個字的需求 OK好 答案就出來 按確定 好那一樣喔 下方就一直把它向下填滿 可是喔 這個缺點 就是你要5000多個字 變成你要一直拉歪 當然也是可以啦 至少會比 比自己手動 帶5000多放開好了 看看 沒有 有啦 到了 我的次數跟你不一樣吧 5276 OK 所以呢 反正你就超過一點點沒關係 超過一點點有關係喔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做樞紐分析的時候 上個禮拜好像有同學 因為拉過頭之後 統計的結果第一名 並不是某個字 而是空白 為什麼 因為你拉過頭之後 有沒有有印象嗎 上禮拜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我出現第一個是空白 因為你拉過頭了 OK 所以你拉過頭結果 就是會有一大堆的空白 因為沒有資料 它也會視為資料的一個部分喔 那怎麼辦 你就要記得喔 把它往回拉就可以了 OK 所以如果拉過頭 請你把它往回拉 不過這個真的是 感覺好像 很像要練你的那個反應喔 不能反應太慢 OK 所以要看到的時候 趕快停下來 不然就又回彈 OK 好這樣子 就沒問題 記得喔 不要超過了 上個禮拜 就有很多同學 就發現這個問題 OK 好 不過啦 跟各位講 其實理論上 這個地方我是比較誠心建議 你最好是寫VBA程式 會比較不會這麼尷尬 有沒有 而且要 但是你說老師寫程式 那我寧可用這樣的方式 也可以啦 只是說我是覺得 如果你可以再提升起來的話 那 而且不難 你何不嘗試看看 有沒有 那只是說呢 你要怎麼樣把那個 VBA程式寫出來啦 其實假設喔 我們 這個地方 我不用這個方法 我另外再把這個 複製一個好了 這複製一個 這個叫自頻 我 Ctrl鍵拖拉 拖拉加Ctrl鍵 然後你就 產生另外一個 叫自頻VBA 我們就不用這個方法 一樣是單字 Ctrl去向下 把它delete掉 好 那我如果希望呢 在這邊寫一個VBA的程式 那這個自頻 我們開發人員 有沒有 打開 然後一樣 開發人員 如果我今天希望寫一個 有沒有分字的一個sub 有沒有 然後一樣就是 開啟Visual Basic之後 再插入一個模組 那個模組名稱 我給它取一個名稱 sub sub名稱也許叫分字好了 然後 或者它分字 OK Enter一下 那 可是問題你要怎麼樣 因為我們會有個範圍 因為你變成有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就是從第二列一直往下放 那這個總長度的話就根據什麼 根據這個道德經裡面的A1儲存格裡面的總數 所以我如果假設知道它總數 我就跑個回圈 然後forI等於第一個字到它最後那個字 然後分別放在指定的儲存格裡面去 這個程式就寫完了 OK 那請各位想想看好了 如果你可以想得出來的話 那以後你應該 Label就不同了 OK 你就不會一直被限制在這種 這個什麼 公式裡面 有沒有 函數 你本意你還可以自己寫一個 那 好處是說 那VBA寫完之後 下一次你再執行它又OK了 那你如果公式裡面你下一次還要再來一次 我是覺得效率上面還是VBA快一些 OK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把剛剛道德經貼過來之後 然後記得呢 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把它分開來 用那個 函數的方式 先做做看 然後再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寫一個叫 製品的VBA 那這個製品的VBA裡面 原則上也跟那個什麼 跟剛剛那個蠻像的 所以也會用到一個MID 所以 來源的資料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的話要怎麼做 請各位寫許想想看 跑個回圈 VBA部分 再來當然就可以用樞紐分析表 記得喔 如果你是用那個向下拉 記得要把它 不要有空白 有空白 將來在樞紐分析表的時候 就會出現很多的 統計資料都是空白 因為它也會算在那個裡面